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今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远古的新能源的车 就是我身后这台腾市500 当然腾市500是相当于人比较新远于腾市 从一开始有腾市300 有腾市400 然后到今天的腾市500 就是一直只有这一款车 腾市就是300 400 500 当然这款车现在是有两个配置 一个是298,800和328,800 具体的配置会有一些不同 当然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电机的功率是有不一样 当然功率大小 我们到时候试下的时候都跟大家聊 好 今天还是跟着冰块玩转车 看看这一辆跟奔驰有点关系的腾市 那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然这款车是最贵的 32 8,800 实际到手北京是有六个点的优惠 当然对于这种新能源车它是没有购置税的 所以说基本上加上保险 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的到手价格 也是32万上下 其实腾市是2010年的时候 比亚迪在北京市场的时候宣布跟戴摩勒一起合作 造了这辆车 后来时隔4年 14年出了第一款车 我就特别不明白 那个时候 虽然说可能大家的审美没有那么的新潮 但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腾市把这辆车能造的这么的难看 咱们先不说里面什么样 就是冲着外观 真的十个里面有八个人绝对不会买 当然说可能有小伙伴说 电池好什么这个好那好 那么之后再说起码说就冲着外观 真的十个里面绝对有八个人不买 当然了这个上面一块个人的对于这辆车的外观的一个描述 当然了还是那块既然见证 如果说小伙伴我就钟情 我也拦不住 前面是它的充电口 当然了你是需要解锁以后 然后这个标志看了没有 然后上面一眼这块一摁就可以自然的弹起 然后相应的有快冲口跟慢冲口 好那前面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么现在去后面看一下 那我们来到侧面跟大家聊一下 这边的反光镜 下面是一个摄像头的 是因为在慢速的时候或接近物体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单独的影像在里面 而那边是没有的 所以说相对而言 这边如果说反光镜换的话 这边会比那边贵好多 那它的轴距2880 将近一个2米9的轴距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标识 那下面写的是戴姆勒的集团 说明它跟戴姆勒是有很多的关系的 但是这辆车其实是比亚迪和戴姆勒去合作的 所以说对这辆车上按理来说 应该有比亚迪的标识才对 但是为了体现高大上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只有把戴姆勒这个三个字给放在上面了 当然说对于网上而言 都是会把它称为一个叫做两箱车来去称呼的 但是说实话 就对于我而言 我更愿意把它称为三箱车 具体如何去区分两箱车和三箱车 那对于我们的标准而言 是它上面这块是有这一道金的 是有这个衡量的 只要有这个衡量的 我们都会把它称为是三箱车 那两箱车它是一个整盖是没有衡量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觉得 这辆车是一个三箱车的这种形式 后面也没有什么过多说的 还是说承载空间 那当然我们包已经都塞进去 而且还非常的轻松 所以说我还要进一个往外低了 正好前日的大饼块 真是出趟远门 然后就用的其中一个包 用的是这个包 也是拓落这个包 真的是超好用 巨能装这个包 所以说这个深度真的妥手没问题 开口也比较大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见 这开口真的是挺大的 它并没有一个缩的这样一个感觉 基本上里面是多大 这个开口基本上就是多大了 大家看这两边是有塑料的挡板的 然后这边也是完全是内藏 但是可以从这看到 它是一个弹簧的拉伸 所以说对于这种开盖的阻尼 大家看 很快 如果里面是那种液压的这种阻尼的话 会更舒展一些 会更有质感一些 好 这个是一个小小细节 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个挡板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并且有一个挂钩 还有一个挂钩 是可以单手去操作的 但是这辆车是没有备胎的 下面只是一些相应的工具 比如说三角盘 然后家用的一些充电器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储存空间等等 这个就不再赘述了 后面真的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说了 行吧 外面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我们现在进到车内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到车内 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面 但在说之前还要跟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这两个价格的配置 一个是29万8千8 一个是32万8千8 差了3万块钱 但其实这3万块钱多东西还挺多的 我跟大家简单的去唠叨一下 首先大天窗 然后定速巡航 倒车影像 车侧盲区指示 然后前排的加热 然后语音 然后知识carplay 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个12L的哈曼卡 其实这么多东西还多了3万块钱 其实我觉得对于30万这个价格来说 高配还是比较值的 好 我们现在正式的回归到车本身 跟大家去聊一下车的里面 首先它的四门都是一键升降 这是符合德系的一个设计的风格 就是淡不乐 然后四门的开锁解锁 然后这个按钮 小圆按钮 是防止后面小孩乱碰的按键 那这辆车是支持座椅记忆的 一共是有两个档 然后具体的使用方式是 比如OK我调好了一个位置 然后按一下side 然后再按一下1或2 这个听见第一个一声 就说明已经定到了当前的位置了 然后再往右一点是反光镜两侧的调节 然后是这个反光镜的折叠 你是想让它关上呢 还是想让它一直打开呢 还是想让它调到自动啊 就是拨到中间是自动 就是锁车以后呢 它是自动折叠 然后再往右侧 下面呢这一块呢 是控制后备箱的打开 然后在上面这块呢 是一个锁车的指示啊 就是锁完车以后 它会有一个红灯的闪闪闪闪闪 因为各个的厂商 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比如说像宝马呢 它是会在这边有一大灯泡 然后比如说大众呢 它会在这边有一个闪亮的一个地方 那这辆车呢 是支持自动大灯的 然后呢这边呢 也是支持自动的雨刮 然后并且呢 这个是一个后面一个小雨刮的 然后你用这个的拧 然后就可以看到后面摆来摆去的 这辆车呢是支持定组巡航 那它的定组巡航的控制呢 是在左手 并且是和它行车电脑的控制呢 是在同一侧的 那你想用定组巡航呢 也是啊上面呢有一个定组巡航的一个小标志 按下去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小的标识啊 也打开了 然后你开启以后呢 按一下下面的set键 就可以定住当前的速度 然后呢 加加加减减减 然后包括说踩刹车呢 就可以取消啊等等 这都是常规的位置 下面这块呢 是一个返回的按键 如果你想用它的行车电脑的话呢 首先你是按下去也可以 还是直接拨轮也可以 都是可以把它那个菜单给掉出来 第一个是导航 如果说你导航以后 它在这边呢 会呈现一个向左向右的这样一个标识 然后再往下是行程 行程呢就是你当前的功耗 然后比如说你百公里 耗多少多少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 然后再往下呢 是安全 安全这一块呢 就是什么自行大灯啊 其实它的很多的车的设置 车本身的设置呢 都是在这一块的 超速报警 自动驻车等等等等 包括说胎压检测 都是在这个去调节的 包括说舒适服务 灯光调节等等等等 其实其他的我都不想说 我必须要说一下 它的灯光调节 正常来说呢 你打开车灯以后 你的仪表盘的亮度 是和你灌车灯以后是不一样的 比如晚上 我一开车灯 那基本上呢是呃 它的所有的亮度会降低一点 然后呢 在降低以后 然后呢你再去调 哎这个你是想更暗一点 还是更亮一点 但是这个车不一样 它只有一个调节 只有一个调节 就是无论开灯与关灯 它只有一个亮度调节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啊 好 这个是左边的一个小小的菜单 那呃右边呢 是它整个的速度 包括说续航里程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 包括说挂档啊等等相应的一些显示 呃 当然说呢 这辆车呢是一个全液晶的预表盘 首先要说是一个全液晶的预表盘 然后右边这一侧是什么运动啊 是经济啊等等等等 并且它的这一个模式是不可调的 有说没有那么多的叫做场景吧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呃 场景去选择的 好 这这个就是整个的预表盘 我们这边简单的就说到这吧 那多媒体呢主要是靠右手机边去控制 那你在弄波罗的时候呢 同样在右边有一个选项啊 多媒体蓝牙电话 CarPlay 那这辆车是支持CarPlay的 然后还有一个互联的一个选项 选完了以后呢 你直接去摁下去 比如多媒体摁下去以后呢 就可以去选择电台 包括说你的蓝牙音乐也好 还是USB也好 还有车载储存 我们回到中央的多媒体这一块 它这屏幕呢的确不算是太大啊 就是以现在比亚迪的那种 呃中了鞋的屏幕风来说呢 这个真的算小了 你看现在呃比亚迪 它的那个这种大屏幕 各种横着的树呢 其实都还挺夸张的 那这个呢 就会显得更复古一些吧 屏幕呢比较简单 而且它的整个系统呢 的确是为这个车 完全单独去开发的 它的使用逻辑呢 也是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特殊的 首先它的右边有四个菜单 这个四个菜单 第一个是音乐 第二个空调 然后是蓝牙和地图 地图是百度地图 这我不太多说了 如果说你想玩音乐的话 就是你想听歌的话 首先点一下右边这个 然后你想选择音源 现在是一个FM状态啊 按一下最上面就可以看到 相应的一些菜单 包括呢 它有一个车载的储存啊 就我们一般来说车载储存 比如我把U盘放进去以后呢 通常情况下呢 可以选择 我是整个的复制 我还是怎么去复制 但是这个车呢 它只能单手单手复制 比如说我插了U盘了 我现在听一首歌 这歌挺好听的 我这时候呢 我可以下载它的本机 但是我不可以说一起下 这个还是挺麻烦 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你只能一首歌一首歌 去下载的这样一个逻辑 那下面呢是空调 点开这以后呢 就可以有更多的选项在里面 包括说座椅加热 包括说出风口的方向 然后包括说什么节能啊 是不是打开一次啊等等的啊 都是在这一块去显示的 然后来电话 对都不用多说了 然后下面是百度地图 百度地图汽车版 当然呢 大家伙会觉得 哎 说这个车是不是就这么几个功能呢 其实不是 这右边四个小方块的 在右边还可以看到一条键头 按一下这个小键头 然后整个的功能才过来啊 我给大家简单的唠叨一下吧 考拉FM 然后呢应用商店 什么哪吒看书 然后有什么百度输入法啊 什么网易新闻啊等等的 因为它呢是可以连接4G的 然后在设置里面呢 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选项吧 是比较简单了啊 比如通用的什么 语言啊等等等等 然后呢包括说什么 嘴车补偿等等等等 然后呢 下面呢是连接 那连接里面呢 分别有蓝牙 WiFi和车载无线热点等等 这些东西啊 如果说你附近有WiFi的话呢 可以直接去连 包括说车一个车呢 你可以当做一个热点 然后呢给你车那小伙伴呢 去提供一个上网的一个 AP啊 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再往下呢 是声音 声音这块就别说了啊 是哈曼卡顿 可以高音低音 这个车的音响 12瓦巴 还真的挺好听的 还真的挺好听的 虽然说呢 可能赶不上我们之前的一些捷豹啊 这些豪华式的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音响绝对 在这个级别车里面 算是一个中上等的 它这个音响喇巴还是很好听的 那这块呢 屏幕呢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啊 然后当然呢 左右还是有几个触感的按键 最左边这一个 是影像的一个激活 比如说哎我现在没有在倒车的这个档上面 但是我想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 哎这时候你按完了以后呢 在它的两个摄像头之间相互切换啊 后面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摄像头 呃这辆车呢是支持双区空调的 但是它的空调的位置呢 设计很奇葩啊 一般的双区空调都是 左边右边是温度 那中间呢可能是分量大小 但是它呢 把左右的分期都给放在了左边 这个在操作过程呢 会有点混乱的感觉 那如果呢你想把它变成单区的话呢 你就要切换到这个呃空调的界面里面 大家看啊 这有一个单区或双区 按下去后呢就可以切换 这边是有两个按键 有两个按键 它是给拼在一起了啊 这非常的不起眼 然后中间呢是声音的大小 ok右边呢是风量的大小 ok这块呢就没有更多的按键了 当然中间这个呢是开关的 跟返回上一层菜单的一个按键啊 就是按单线 是返回到上面菜单 按住了以后就是把屏幕给完全关掉了 那再往下呢也是空调了几个按键 自动空调 然后空调关 然后还有前后的储物 包括车内循环等等啊 好这一块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 我们续续往下聊一下它的储物空间 这一块就是特别的不好按 而且它的阻尼就是有问题啊 然后这边呢有两个USB接口 然后还有一个12伏的这样一个点烟器啊 就是我一开始刚拿到这车之后 我就以为它这个是坏了啊 就是你看 开不开 你别对嘿这样才开开啊 这个就有毛病了 好那再往下呢是放手机的地方啊 这还挺深的 但是这块呢还有一个小绒毛 因为这个设计还是挺细致的 就很少有车在这块会设计这种绒面的这种质感 然后这边呢是只有一个背件 记住啊是一个背件 好我们回到它的挡板的控制台这边 那它呢是一个电子挡板 这样是倒挡 然后这样是前进 然后往左 OK是空挡 那这个呢往下按呢 是它的手刹和P挡 它的电子手刹和P挡 它给结合在一起了 这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说通常情况下 我只说通常情况下 电子手刹都是可以支持 在挂挡的情况下直接按关 这个时候它会自动切入到P挡 我是说绝大部分的电子挡板 都可以这样去操作的 但是这两个车不可以 你必须要手动按到P挡 然后再灭车才可以操作啊 这个还是要注意点 就是因为大冰块 就是总是在寻求这种 比较简洁的操作方式 就是我开所有电子挡板车型 都是停好车以后直接按灭车 这个操作是OK 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再往下看 启动的按钮呢 是在这一块是一个power按键 左边是运动跟经济两种模式的切换 而右边这个它叫做RECU RECU呢是电能回收的三档 一个是关一个是开 一个是plus 三种形式让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实际上再跟大家去聊 好我们再往后啊 这边呢是一个中央的一个储物箱 然后里面也是有小绒毛的啊 然后呢 上面是天窗的控制 然后一些灯的控制等等等等 然后这边呢 呃是手刀箱里面也是有小绒毛的啊 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啊绒面的那种质感的 好功能呢 基本上前面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么多了 然后就去聊聊一些其他的东西 呃先说材质吧 然后松枣掉的跟大家去唠叨一下啊 啊首先这一块材质 最顶端的这个材质呢 呃它不是硬塑料 它只是在硬塑料的上面呢 包立层 我矿且把它当做一个皮革的材质吧 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弹性 但是呢还是挺硬的 但是呢不是那种硬塑料那种 就是当当当的硬啊 不是那样的 好再往下呢 这边是一个皮革材质 这边都是一个皮革材质 然后再往下是一个硬塑料的 这边是软的材质 然后有一层的糖素的工艺 然后皮质的方向盘 这块呢是塑料的 然后有大面积的这种拉丝的装饰 就这个倒还好啊 就还是挺年轻的 幸亏不是那种大面积的恶塑的头目啊 否则的话呢 我会对这车讨厌死的 好再往下呢 这块都是硬塑料硬塑料 然后呢这边呢也都是硬塑料 然后座椅呢是一个皮质的座椅 这是大致的一个材质分布 这个车内部的空间完全不是这一辆车大小应该给予你的 当然说呢我们只是推测啊 就是它的电池是在车的靠上一些的 所以说侵入了这个车内很多的空间 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过之前很多车型啊 比如说像比亚迪的车型啊 包括说其他的一些电车都是从那种普通车上去改过来的 都是在原有汽车的基础上去深深的装了一个电瓶 这个时候你的确会有车内它原有的一个乘坐空间 但是你的下面电池会额外的突出 我只能说现在目测啊 感觉这个车呢是在里面的 当时这个是拆车以后的话题 我们拆车的时候呢再跟大家聊 所以说呢就会导致你在这个车里面感觉很小 就是我现在座椅已经是最靠下了最靠下了 OK好回答啊大名块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坐姿 上面呢只有这样大概三四指左右的一个距离吧 这个车呢会感觉很高 就包括说每次上下车的时候啊 就是感觉它这个底盘这个底啊得有这么厚 每次上车的时候呢都像在上一个这种大脚的SUV的感觉是一样的 当然呢对于舒适度来说啊 就是座椅的舒适度来说呢 还可以还可以软硬呢 相对而言有一点点的偏硬 后面这块稍微有一点点的骨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左右的护翼的那个对你这个身形的包裹呢 我觉得也还算比较恰当吧 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身材 不会说像之前开了好多美系车啊 就完完全全呢就跟美国人设计的左右护翼你都照不照边 这个还好我觉得还好的 就是对于这个车的内饰而言呢 我不否认一点的事 它的做工还是很考究的 包括说你看它的缝线 包括说你看它的按键 包括说接缝等等 我觉得这个呢我会给一个比较好的评分吧 因为毕竟说在这一块 我还是看到了很多那种德国的制作的严谨和工艺 但是我会觉得它比较老气 这个老气不是这种装饰给你的老气 而是它的这种做工的感觉 包括说它的这种线条的感觉 就是感觉是一个很老的车型 但是呢是一个很老但是呢很贵的车型 真的有点像比如非常老的奔驰的E啊 或奔驰的S 就是那个时代的做工 虽然很考究 但是对不起太老了 就是太旧的感觉 好吧那前面呢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也没什么了 我觉得聊到其实也差不多了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说对于呃乘坐的这种静态感受呢 还是小伙伴呢对这车感兴趣的话呢 去赛店去感受一下呢 其实还是更准确的呃 对于这个事而言呢 我们只是说聊些呃看到的所谓问题吧 好那前面呢 简简单跟大家聊到这儿呢 也是标准坐姿 我们现在呢看看这辆2880啊将近一个2米9轴距的车 后排空间到底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来到后面啊 跟咱家简单的聊一聊 先说呃功能吧 功能呢也没什么过多的 一个大的静静天砖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出风口 然后可以调节风量大小的 再往下呢是一个呃小小的盐灰杆 然后有一个12伏的电源 最大120瓦的一个功率 中央的鼓包呢非常小 大概有这么高 然后呢这块有一个OK中央的扶手啊 这个还真的很考究啊 做的就是很精致 就是你会感觉他的一些东西都做的非常的细致 真的就像是德国那种非常精湛的 然后呢非常细致的 然后非常有内涵的那种制作工艺在里面 包括说一些字啊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放树也好 还是放其他东西也好的一个鞋的储物格 然后后面这一块呢是可以跟后尾箱相通联的 然后这辆车呢 后排座椅是不支持四流放倒的 是不支持四流放倒的 前面呢还是大名块相对人比较标准的坐姿 呃我们先板直坐吧 板直坐呢头部空间是不够的 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示啊 就是这样了 那前面呢其实还是两拳半左右吧 不算是太多 但是呢我们一般坐呢会往下处理一下 就是这个座椅呢 我觉得它设计的还挺舒服的 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缺点就是后排的这个座呢稍微有点短 稍微有点短 它这个座椅它这个窝是在这儿 如果说你初六的往下坐的时候呢 你的屁股正好是卡在这个边上 诶正好是这个字这个长度设计的是非常准的 后排的这个角度呢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的 总体来说后排的座椅就还是会比较舒服的 但是呢它的呃后排中央呢是没有头枕的 所以说呢这在我们的这平分里边呢会有一个相应的减分 但是后面两边呢都是一个标准的 ok好后面呢也跟大家就基本上聊到这儿吧 那其他呢呃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这个门的材质啊等等等等啊 也跟前面是相似的 行吧那今儿呢跟着冰宫玩的爱车呢 也基本上就到这儿 其实对于这辆车之间呢它的功能的确不算是太多 而明天呢试驾环境呢会跟大家聊了更多一些 相信呢也是小伙伴对于这辆车更多的一个想知道地方吧 呃稍微的透露一点吧 这个车呢我们开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基本上是从冬天到夏天我们会把我们所有体验过的 呃关于呃充电也好 包括关于续航力行也好呢 都跟大家去说一说 还有一点这辆车它的转向不是电动转向 是一个电液的转向 它的确电液呢有优点有缺点 那具体什么样呢 我们明天试驾时候呢会跟大家去多聊一些 好那今儿呢大家不说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短片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短片 那我们这辆腾治500的试驾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